大家好 现在是兰花长新芽的季节 尤其是在三月份 那么当我们的兰花长出来新芽之后 一定要把握好三个方法 把兰花的新苗养强壮起来 到了花期 让它开出高品质的花 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看这个兰花的炉头 是否裸露在资料的表面 因为经过长时间消水 这个资料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坍塌 然后把兰花的这个炉头裸露在资料上面 这个时候我们要赶紧给它补充上 因为长这个新芽出来之后 如果这个兰花的炉头 还是裸露在外面的话 那么它的营养吸收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兰花的炉头给它用资料盖起来 第二个就是给它补肥 一般我们给兰花补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两种肥来结合 第一种就是这种缓氏肥 我们用缓氏肥的话 建议用这种好康多一号 因为在生长期使用好康多一号 有利于它长新芽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兰花的盆土的边缘 撒上一圈 大概四五十粒就可以了 这种好康多一号 它的肥效比较长 用一次可以长它大半年 那么我们只需要半年 给它补充一次就可以了 另外呢 我们要结合水肥 用上这种兰科中用有机养液 每次浇水给它兑上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兰花 营养充分 让它长新芽更加粗壮 因为我们用水肥的话 可以每次都用 所以可以不停的给兰花补充营养 而且又不担心它烧根 它是一种微生物型的 第三呢 就是要给它适当的增加光照 如果说我们所处的地区 温度不超过25度的话 给它多晒点太阳 没关系 一定要给它多晒 除了中午 适当的给它遮一下阴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 新芽强壮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